你不会以为我会冒着家族荣誉被玷污的风险 跟你一起去做海盗吧 当然不是 珊姆威尔笑呵呵地摇头 一脸人畜无害的表情 这种风险 自然只有我这种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冒 您只需要投资就行了 哪怕将来事情败露 也不会牵扯到您身上 投资 不错 珊姆威尔喝了口酒 悠悠道 提利尔家族已经投资了200名精锐士兵 清廷岛的雷德温家族也即将投资一批战舰和水手 他们都会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回报 那么 尊敬的自觉大人 您想不想参与这项投资中来呢 要知道 河湾地最强大的两大家族都已经下注了了 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常有 马兵子爵若有所思 但还是谨慎地问道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工匠 山姆威尔严谨一概地说道 我已经有了军队和战舰 现在急需一批工匠来帮助我修建领地和码头 所以 我希望您能派遣高地成的工匠随我去开拓 我可以承诺您 将来您必定会得到十倍乃至百倍的回报 马丁自觉沉思片刻 随即点头道 好 我会派十名工匠随你 十名 山姆威尔毫不客气地打断道 自觉大人 我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将此事如实相告 没想到您居然把我当成乞丐了 马丁自觉忍着怒火 你要多少人 全部 全部 对 我要高地成全部的工匠 山姆威尔豪气地一挥手 这些工匠租借给我一年 一年之后 我会付给您十倍的租金 这不可能 马丁自觉立刻拒绝 万一你开拓失败呢 到时候 我去跟谁要钱 甚至还可能会赔进去所有的工匠 你觉得 我疯了会答应你这样的要求 失败 自觉大人 您真的觉得 这次开拓行动会失败 任何行动都可能失败 更别提还是去赤红山脉开拓了 山姆威尔哈哈大笑道 自觉大人 看来您还没明白 这次开拓的真正意义 您觉得提利尔家族费这么大功夫 就为了劫掠几艘多恩商船吗 马丁自觉耐着性子问道 哦 难道提利尔家族还另有打算 当然 河湾与多恩千年世仇 再加上公爵长子维拉斯 提利尔又刚被奥伯伦亲王弄断了腿 提利尔家族怎么会不去寻找报复多恩的机会 报复多恩 马丁自觉一脸怀疑 多恩可不是那么好入侵的 您说的没错 多恩确实一手难攻 但戴伦一世不也曾征服了多恩 而且还是在没有巨龙的帮助下 虽然他将那场征服战争的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 但明眼人都知道 胜利的真正关键在于 埃林瓦列利安伯爵率领舰队攻占了板条阵 控制了绿穴河 切断了多恩个大领地间的联系 您应该知道 这次我的开拓地是奥莲娜夫人亲自选定的 就在湍流河的入海口附近 这个位置与绿穴河上的板条阵和其相似 只要控制了湍流河的入海口 多恩西部的三个重要领地就成了河湾的囊中之物 您说 如此重要的开拓之行 提利尔家族会轻易让他失败 马丁自觉文言陷入了沉思 山姆威尔见状 立刻加把劲道 只要提利尔家族下定了决心 我实在想不出这次开拓会如何失败 赤红山脉中的那些野人难道会是提利尔家族精锐士兵的对手 还是说 您觉得多恩人会看出河湾的野心 主动出击 破坏这次开拓 马丁自觉摇摇头 一盘散沙的野人自然不足为惧 至于多恩人 他们若是主动出击 挑起战争 或许梅斯公爵睡觉 都会笑醒 因为多恩无论是人口 资源 还是军队 都是完全比不上河湾的 之所以能相互争斗这么多年 主要还是靠着赤红山脉这道天欠 以及沙漠的特殊气候环境的保护 如果多恩人真的蠢到放弃地利主动出击 那肯定会被河湾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再加上在赤红山脉建立新领地的最大障碍 财政来源 已经被眼前这位胆大包天的开拓骑士豁出去自己的名誉和前途解决了 马丁子爵思来想去 也觉得还真没有失败的可能 但真要投入家族全部的工匠助其开拓 马丁子爵还是有些犹豫 山姆威尔健壮 也不再多劝 将酒杯往桌上一放 道 自爵大人 您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会在高地城修整几天 购买大量的物资粮食 为进山做准备 如果您愿意投资 可以随时派人来找我 说完这句 山姆威尔转身就走出了房间 在高地城停留的第三天 山姆威尔还是没有等来马丁子爵的回复 看来这位领主确实极为谨慎 没有被他的花言巧语轻易迷惑 不过 山姆威尔倒是等来了马格丽小姐的回信 信中马格丽照例 批评了山姆威尔的挥霍行为 同时又一次督促他加快行军速度 并且 这位大小姐这次学乖了 在信中跟山姆威尔定下了规矩 从今往后 他每个月只会给一百金龙作为开拓资金 想要更多的话 山姆威尔就必须拿出业绩 比如新领地的建设进展 人口的增加等等 不得不说 这次马格丽是学聪明了 绝了山姆威尔肆意敲诈的路子 对此 山姆威尔也没有太过意外 提利尔家族又不是真傻 会甘心当自己的提款机 不过 这种娴熟的御下之术 应该不是那位稚嫩少女自己想出来的 估计是受了荆棘女王的提点 山姆威尔也没有就此失望 反正他已经在提利尔家族身上 赚足了便宜 更是借此撑起了一杆大旗 足以去忽悠别的投资人了 开拓嘛 其实就跟创业没什么区别 当然要用投资人的钱了 就是这位高地层领主 似乎不太好忽悠 山姆威尔决定再等最后一天 若是明天 马丁自觉还没回应 他就启程去寻找新的大冤种 哦不 投资人 另一边 不好忽悠的马丁自觉 私下里找到了高廷来的信使 问道 你给山姆威尔带的那封信 是谁写的 信使行了一礼 不卑不亢地说道 抱歉 自觉大人 这个我恐怕不方便向您透露 不过 当马丁自觉将一枚金龙赛 尽信 十手里时 他的脸上立刻换上了谄媚的笑容 是公爵之女 玛格丽小姐写的信 同时还附带了三百金龙 是吗 马丁自觉若有所思 还有呢 我还见你找到了托德 佛画 那是奥莲娜夫人给托德骑士的一个口信 说到这里 信使再次犹豫起来 但随着马丁自觉再次掏出一枚金龙 这位刚正不阿的信使立刻补充道 奥莲娜夫人让托德骑士一切听从凯撒大人的安排 马丁自觉文言 脸色微变 站在原地半上没动 回头